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今天的旅游专题 我们要带您到澎湖 来趟较特别的生态之旅 去寻找绿溪龟 大家好 我是翁云荣 这是我的好朋友Andre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澎湖的旺安 待会儿就要去海边散步 选择 对啊 现在啊 我们要去看看 有没有龟妈妈上岸禅乱 就是这个时候 好 走路 OK 如果是两个人晚上出来 澎湖旺安的沙滩散步 那有多浪漫啊 不过今天有好几个电灯泡 就是绿溪龟研究员 为了尽量不要打扰到海龟们 我们不开灯使用夜市模式 所以sorry看起来有点像在拍鬼片 可行我们今天晚上没有看到龟妈妈的族宗 但我们有之前同事拍到的经典画面可以秀给大家看 这就是绿溪龟上岸产卵的样子 每年五月到十月是产卵季 而旺安市台湾少数还看得到一些绿溪龟的地方 因此这里的保育工作非常重要 虽然绿溪龟能够活到一百岁以上 每年夏天能够产下数百卵 但环境的破坏会让它们回不来 变得无家可归 产完卵 海龟要回去了 只是绿溪龟一点都不绿啊 它体内的脂肪有一层很厚很厚 而且又绿色的脂肪 对 所以才叫绿溪龟 原来如此 而这里是日前应该都孵化完毕的一个卵窝 这就是小龟爬出来的位置 对 那我们就是要从这里顺着它的那个重机 然后去找到卵窝 然后再把整个卵挖出来 就可以知道它的孵化率到底是怎样 那其实我们在做挖掘的动作 其实也在想办法救这些没有爬出来的 或是小龟的话它就会爬出来 我们挖一挖等一下就会挖到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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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 冰桶 那像这次等一下回去就会做测量 那测量完我们晚一点就会来野放 哇 好可爱的小海龟 没有这些研究员 它可能就卡死在卵窝里面 看看它肚脐上方 就是卡在草根下面摩擦出来绿色的痕迹 研究员继续把卵一颗颗的挖出 算出孵化率进行其他研究 小海龟的体检做完了 它即将踏出人生的第一步 头奔大海 一边小海龟下海之后 它以后长大成熟 它以后回到这些沙滩了 对 它的沙滩的终身度很高很高 研究员说这只小海龟 可能要25到50年后才会长大回来产卵 所以这期间我们要为它 还有其他绿细龟好好保护这块土地 由64个岛屿所组成的澎湖 非常适合生态旅游 除了海洋生物 这里的地质也很特别 到处看得到玄武岩 尤其是柱状的玄武岩 特别壮观 而这里是退桥时爬坡石头 才走得到上千万年前火山熔岩喷发涌出之后 冷却定型的直溪盐铺 来到澎湖 不用担心晚上没事做 没宵夜可以吃 因为这里可以夜钓小馆 不过说的比钓的还容易 因为最近鱼很多 小馆吃得很开心 所以对我们的鱼儿没什么兴趣 来看看Andre今晚的运气怎么样 有兴趣吗 没有 没有 但我可以展示鱼子 你可以展示鱼子吗 对 鱼子这些 对 真的 好可怕 鱼子最好是 突然传上一阵骚动 原来有运气柜上来换气 运气真好 这真的很难得 希望这代表我们之口运气 会好一点 果真Andre好像真的钓到了 很大的鱼子 对 蟋蟀 真的还假的 这不大好吃吧 船长可怜我们决定下网 把小馆捞起来 就是这些鱼 让小馆吃得不予乐乎 害我们钓不到 因为鱼也捞起来了 现在小馆也比较好钓了 而且它也很大 厉害 Andre钓了两大只 而我只能等着吃 夜钓小馆的重头戏 就是在船上现吃 不管是刺身 还是煮成汤面来吃 都很赞 这一口让我和Andre 把新鲜美味的小馆 吞到肚子里 也同时把这趟澎湖生态之旅的回忆 永远记在心里 迷失新闻 温云荣曾益祥 澎湖报导 再来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关心国际新闻 中国云南和贵州交界地带 昨天是